至於美台關係又是如何呢 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話 最近台灣的天空上常常出現了 美國的專機或是軍機的身影 包括是在6月6號 7月19號以及還有7月15號 其實都能看到美國專機 或是軍機的身影 那到底有戰略性的分析 意義如何呢 這個追蹤第一線的時間 我們把這個時間交給TVBS的記者 第六點題 記者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那今天在這一期的追蹤第一線 特別來大家關心的第一個議題 就是怎麼感覺上 美國的專機還有軍機 都頻頻來到台灣呢 那還有面對對岸的這樣子的 文攻武嚇的威脅 我們到底要怎麼應對呢 首先大家來回顧一下 過去兩個月就有跟三架 有跟美國有關的軍機 或是專機都是飛抵台灣的 我們首先看到在6月6號 大家如果印象還有心的話 當時是有三個美國的參議員 他們從南韓起飛 搭了CO7的運輸機 就是非常大的那一架 直接降落到了松山基地 那那個時候是帶來了 要美方要捐贈給我們疫苗的好消息 那那個時候就被人家解讀說 因為美方為什麼平白五五的 要拍這麼大的軍機來 而且當時之前幾期的節目 有說過CO7的運輸機 非常特別因為它其實不只是戰略運輸 它裡面其實平時是可以塞 包括阿帕奇還有M1A2等相關坦克車的 它不只是一個運輸用的 它在戰略在軍事上面 它是有它的意義存在的 而且CO7運輸機其實是美方美軍旗下 第二大最大的這個體積上的運輸機 所以可以看到它對我們這個部分 它要宣示的戰略意義是非常明顯的 那當然對岸也是低時間 也發表了譴責的聲音 不過到了7月份 在過去的一個禮拜 或是一個禮拜多的時間 可以看到跟美方相關的專機 或是軍機同樣的來到了台灣 我們可以看到大家有個概念 其實嵩山基地跟桃園機場 它差異在哪裡 嵩山機場雖然說大家很多人 會從那裡搭飛機前往日本 或是南韓去旅遊 甚至可以覆對岸 都有相關的班機 當然也有國內線這一塊 但是嵩山機場 它其實也是一個我們的嵩山基地 所以可以看到一些軍防 像有時候會看到C153洞 我們自己也會從那邊起飛 還有包括總統在國內 它自己的專機也是從那裡起飛的 還有一些我們不管是UH60的黑鷹直升機 也都是停在沖山基地 它們都是有一些軍事上面的用途 所以可以看到在7月5號那個時候 當時媒體截獲消息也是相當的突然 因為在一大早就從日本的沖繩基地 然後美國在日本有駐軍 然後他們在沖繩基地 這個部分就起飛了一架 美軍的C146的行政專機 今天專機起飛之後 他就直接來到松山基地了 那那個時候其實是很多的消息 都是非常的保密到家了 好不容易去問了一個說法 說是要載著美國AIT處長 交信用的東西 因為在那天早上 美國的AIT前處長就是麗英傑 他也搭乘了飛機 早上8點半離開了 從桃園離開回去了 但是他的接任的孫小雅目前是在台灣進行隔離 這方面實質 但什麼東西不重要 重要的點就是這個飛機是用什麼方式來 每方用這麼高調的方式 從沖繩基地直接起飛 聊到台灣 一定有他要秀肌肉的意味 不過之後四天後呢 又一架美國民用的C130 其實如果是民用的C130 我們通常還會稱它為L100 它就是一般的就是C130 但是它不是軍用 所以它如果作為民用的話 它是所屬一個美國的公司的 那據說呢 要調度這個飛機 或是跟這一架飛機公司預約 這架飛機 其實是美國的CIA 有個說法呢 說它在7月19號 你看呢 它是從菲律賓的馬尼拉起飛 那它的降落點 並不是到有軍事基地 異位的促山基地 而是走民航路線 來到了我們的桃園機場 在7月19號的中午12點15分降落了 而且按照它的航線 其實是一個非常一般的航線 因為其實過去 如果有一些看樣子 不像是載貨運的 一般我們那種 可能大家對於比較熟知 像國際橫空的那種 什麼747啊 或是77那種飛機之外呢 如果是有那種運輸機類型的 多次的確是有降落在桃園的 大概在兩個月前 有一個IO76 那個是像俄羅斯級下的那種運輸機 那個時候它也是有降落在桃園 所以其實桃園 是常常可以看到民用版的軍用運輸機降落的 但是據說呢 這一架的C13凍爾 這架美國的外面塗裝呢 它雖然是民用的 但是它降落在桃園呢 據說郭榮哈山剛剛提到的 就是美國的CIA 因為據說呢 在美國CIA在馬尼拉有趣點 在台北也有 另外一個點呢 就在曼谷 因為他們就是做一些卸貨還裝貨之後呢 這架飛機下一個點就飛往到了曼谷機場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呢 其實這兩個月啊 美方呢接連拍了三架飛機來到台灣 那這當中的意味道讓秀吉又是不在話下的 不過我們現在就要看到其實在過去一個禮拜啊 我們在外交上面的確是有非常大的突破的 當然知道立陶宛呢 之前有宣布要捐給我們兩萬劑的AZ疫苗 那當然我們也是表達非常的感謝 那現在可以看到在外交上突破我們之前也知道說立陶宛 有意在我們台灣設他們的代表處 不過呢我們也已經跟立陶宛達成協議了 也確定了在今年的秋季要在立陶宛設台灣代表處 不過它的英文名稱就非常有意思了 可以看到呢以過去來講我們在國外設不管是經貿或是文化代表處 通常我們都會稱為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那就是用Taipei這個詞 但是在立陶宛呢就比較特別了 它是用台灣代表處用台灣這兩個字 但是翻成英文呢它是說Taiwanese 它是Taiwanese Representative Office 它就有一點點的不一樣哦 所以到底要說是台灣辦公室還是台灣人代表處 這個就有一點差異性了 那其實為什麼要用Taiwanese這個詞呢 我們就要到解讀一下它背後的一些含義 我們可以看到如果大家印象還深刻的話 去年8月我們在非洲的索馬利蘭就設了一個台灣的代表處 那那個時候名稱呢是的確有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Republic of Somaliland 所以可以看到它就是用台灣這兩個字 然後還有我們的國旗 然後那個時候呢當時外交部他們有發一個文 那時候還引發一個爭議 是因為它底下呢那個小編還特別說 嗯就是你看沒有提到中華民國用台灣 台灣這個字呢就是讓人看了非常的開心 那就當然就質疑說有用台灣這樣子的詞 因為畢竟我們是中華民國嘛 我們的國號是中華民國 我們的憲法是寫中華民國的 所以如果是用台灣這樣子 是不是還是有代表官方意義呢 但無論如何了外交上的確是有突破的 所以我們在非洲的確是走出去 那它的說法是用 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 但是如果時間再往前 不會一點點在今年1月 大家記不記得在蓋亞納 我們原本同樣也要設一個台灣的辦公室 那個時候是用Taiwan Office 那可是沒有想到那個時候呢 雖然那個蓋亞納方面已經跟我們簽署了相關的協議 也包括說我們在蓋亞納已經這個辦公室也已經順利的成立了 而且是有在運作的這個辦公室 沒有想到呢在24小時內呢 蓋亞納方面呢就跳出來說沒有 我們也必須要反悔這個協議 我們要遵守一中原則 那我們也要接受一中的政策 所以可以看到呢 當然是有大陸方面的壓力 那那個時候呢我們當時是對外稱呼用Taiwan Office 所以很明顯來講Taiwan這個字就非常的敏感 尤其會挑動對岸的神經 所以如果時間現在移到我們立陶宛這個時間上 是不是有意 就是如果Taiwan這個詞非常敏感 能不能用一個折衷的方式用Taiwanese 這樣子或許也是可以給立陶宛多一些些的空間 因為其實中國大陸在立陶宛是有大使館的 所以如果用Taiwanese 就是還是有我們的意味所在 但是又不是回到以前用Tai北這個稱呼 或許就是在我們外交上真的是一個非常大的突破 但是下一個點要關注的是 就是我們現有的代表處 大多都是用Taipei來稱呼 未來有沒有可能要走一個方向 就是用Taiwanese來稱呼全部呢 這些恐怕也是外交部 現在接下來也要往下來 多一些討論的一個空間 但是我們接下來要看一個點 就是非常的奇特 就像剛剛新聞有特別提到 就是美國的副國務卿接下來 他要訪問中國大陸 不過我們要看到 在7月27號的時候 美國的國防部長奧斯汀 他也會訪問新加坡 他訪問新加坡是由新加坡的國防部長 所邀請他去的 那可以看到奧斯汀在今年初上任的時候 他其實對於台灣 他也都是多次的重申 他是會要確保台灣的自衛能力 不管是在那個參議院的聽證會 還有包括是他上任之後 他也有做過多次這樣子的聲明 那我可以看到 這一次因為本來在6月的時候 新加坡每年都有所謂的相比籃會議 過去也有去採訪過 那都是美國的國防部長 幾乎都一定會到 然後包括區域那些大國的一些 不管是日本啊 南韓 中國大陸他們的國防部長 或是國防非常高層級的高官 都會前往 可以算是在區域是一個非常大的 一個軍事上面的論壇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在今年疫情 所以新加坡就必須要cancel 要取消6月的相比拉會議 但是按照新加坡國防部長的邀請 奧斯汀還是會在7月27號到新加坡去訪問 而且是會出席他們的所謂的Flueton論壇 那富林頓論壇也是一個歷史悠久的論壇 通常新加坡就會藉由這個論壇 來邀請不管是總統總理 股防部長外交部長等各國 有層級的人士去演講 他們也會對於一些區域局勢 來表達他們的看法 那其實要知道 美國其實雖然在川普底下 一直喊說是要重返亞太地區 重返印太地區的這一塊 可是卻看到他們有沒有 當然除了一些可能在軍事上面的秀機中 那有沒有人員多次的前往 那這個是部分還是有一點點落差的 所以可以看到其實美國的在拜登政府底下 的確還是希望透過奧斯汀 直接到新加坡這個據點 來向他們在那邊的東協 或是他們稱為東盟的這個十個國家 來重申美方還是願意在那邊的存在的 而且其實可以看到這個論壇 據瞭解說奧斯汀會談論什麼呢 推進美方是會提倡公平還有維持開放的區域 這個秩序 因為尤其可以看到對岸 這幾年其實在南海他們動勢是非常多的 而且也是引發諸多國家方面的一些疑慮 包括說我們知道在五六月份的那個時候 中國大陸就直接為了希望可以化 他的南海防空識別區 就派了軍機直接到了馬來西亞的家門口 那那個時候的確是有造成一些外交 還有軍事上面的緊張的局勢的 那可以看到美方希望可以 藉著真的重返到印太 而且直接到新加坡這個戰略基點來去訪問 可以看到其實美方也是要向這個區域 來宣示他們依舊存在 以上就是這個驚奇的追蹤第一線 非常謝謝婷婷帶來的金幣分析 還有今天的追蹤第一線